四名团结政府内阁部长于今早在国会大厦宣誓出任上议员 这四人分别为内政部长塞福丁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扎夫鲁 外交部长战比里及宗教部长纳尹莫达 他们于上午8时30分 在国会上议员主席来世雅丁的见证下宣誓就职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布的内阁阵容名单 引发诸多争议 让人感到不满的数相问题是 身为首相的安华却可获得一歼多职 信誓谈谈要打贪的西蒙竟把官司缠身的国阵主席阿莫扎西 受委为副首相 以及行动党紧获的少数重要部长职 戈彬星、郭素沁和杨美颖在西蒙执政时期担任部长备受好评 然而这次却挤不进内阁 随着部长人选宣布之后 有人赞美也有人批评 那些举手赞好的 理所当然就是在内阁分道做多的国阵和沙联盟 还有西蒙的盲目支持者 沙旅游艺术与文化部长拿督阿督卡林说 该联盟原本希望保留之前的四个部长职位 而如今却收到意外惊喜 部长职位多了一人 总共获得五个部长职位 等了那么多天 新政府内阁名单终于出炉 从中也是等到好消息他感到光荣及感动 也非常感谢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做出这样的分配与安排 巫统最高理事拿督布埃形容 虽然新内阁的规模比上届国盟政府的内阁小 但没有企图分裂巫统的险恶用心 也没有委任如粉饰般的特使和高级部长 这让大部分巫统区部领袖感到满意 博爱在脸书发文表示 只有28名内阁部长的团结政府 是基于协商谈判和相互尊重 尤其是各政党内部的等级制度来分配的 他透露 在巫统的WhatsApp群里 大部分区部领袖都对新内阁的分配感到满意 我们希望这次的内阁分配能够让各政党都满意 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捅刀子 他强调 这次谈判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可以执政到任期结束 而不会失去任何一方支持的政府 也不想要一个基于反复更换首相的稳定政府 博爱也指出 新内阁并没有纳入那些曾经背弃的国阵国会议员 他希望这些国会议员能吸取教训 他期许 新政府能在法庭帮阴影下 能成为一个负责任及有决心反贪腐 并以再信任为基础的团结政府 继续带领国家前进 铁娘子拉菲达以不点名抨击 分别被任命官司缠身的阿莫扎西 做副首相和败选的东姑扎夫鲁 戳破人们对拥有一个廉政和城市内阁的期望 安华昨晚公布了内阁阵容后 拉菲达在面子书专页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安华 他形容新内阁犹如新鲜出炉的热牛奶 但国阵的阿莫扎西和扎夫鲁则是两勺混合牛奶 他毫不留情地批评 这是两个不和谐没有必要的任命 引起了很多疑虑 他质疑为何安华会任命一位 正在等待漫长而令人难以置信的贪 乌控状人选为副首相 的确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 都被认为是无辜的 但如果这个人最终被定罪 那你安华就得换副首相 为什么现在被迫进行任命 我们已经有了一名副首相 拉菲达也批评安华任命一名在大选中 被选民拒绝的失败者 重新任命他为国会议员和部长 难道是没有更好的人选 只能烂于充数吗 拉菲达批评阿莫扎西和扎夫鲁 是安华脖子上的信天翁 意味着无法摆脱的包袱 无论如何 对于其他部长的任命 他表示 安华在平衡总多考量后 委任了一个普遍可接受 且可信的内阁 我们把希望和信任 寄托于你安华和你的政府 请做出证明 祝你能成功应对 当首相的所有挑战 上仓保佑 竞选盟主席范平东表示 他对安华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感到失望 同时 他批评任命处于诉讼中的 阿莫扎西 出任副首相 他说 安华身兼两个重要职位 恢复由马哈迪开始 德阿兜拉延续 以及纳吉滥用的不良做法 这好比支票的 两个必须签字人士同意 个人 不可能没有能胜任财政部长的人 他说 国阵主席阿莫扎西被任命为副首相之一 进一步削弱了安华作为改革者的资格 并破坏了他打击腐败和维护善政的承诺 此外 竞选盟前主席安美嘉不解 为何在大选中败选的人士 可以受委入阁当部长 同时也抨击安华兼任财政部长的决定 安美嘉转发了亚洲科技记者的推特贴文 这名记者说 公正党赛夫丁在大选中败选 但他现在却成了内政部长 安美对此表示 委任败选者为上议员 然后任命部长 这确实有备常理 那么选举的意义何在 当然 更不用说副首相的任命 以及首相兼任财长一事 根本有备常理 这是怎么回事 滨州首长曹关友说 滨州行动党对新首相 昨晚宣布的新内阁阵容有意见 因滨州行动党七名国会议员 都没有被委任部长 他对此感到遗憾 我们也了解 这是一个联合政府 首相也有绝对权利 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委任 我们的意见是 我们可以接受整个党 只有四名代表入阁 这虽然比其他政党是少了很多 但如果其他政党 也是符合缩小内阁的原则 就可能比较平衡 我们觉得分配不太平衡 一些政党获胜的议席比我们少的 反而是双倍比我们多入阁 阿末扎西感谢安华信任国阵盟友 并直言副首相之位 并不是一个战利品 而是一个非常沉重 且具有挑战性的责任 阿末扎西昨晚在脸书发文指出 他有信心团结政府 为国家和人民 能够应对需要克服的挑战 但是各方必须停止挑衅 和挑起民愤的行为 今后不要扰乱社会秩序和团结 也不要扰乱政府改善国家经济表现的努力 他呼吁所有人民团结起来 为所有人的马来西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他也祝贺所有受伪的人 希望各方的合作将为国家带来非凡的成功 我们成功制止了严重破坏和阻碍马来西亚繁荣的政治动荡 我们成功制止了